接下來我們來看重點是要求這個切線斷長 那我們直接來看這個圖 那這裡有一個圓 圓C的這個圓C是HK半徑是R 那它的圓外部有一點叫做P P的位置在S0Y0 那這個P對這個圓做切線會切與這個2點Q跟R 那這個PQ或者是PR 就是我們要求的這個切線斷長 那假設這個切線斷長叫做T 那我們知道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T平方就會等於這個PQ平方 這個是同一個 那所以這個PQ平方是不是應該等斜邊的平方 減掉這邊的平方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斜邊的平方 斜邊的平方MP的平方就是這兩點的距離 好 也就說呢是這個X0減掉H的平方 加上Y0減掉K的平方 然後開根號 好 那這裡有一個平方 所以根號跟平方就消掉 所以就得到這個式子 然後再減掉R平方 好 但是我們要的不是T平方 我們要的是T 所以兩邊開根號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公式 好 也就說呢 切線斷長我要怎麼求呢 我就把這個R平方移過來變減R平方等於0 好 然後呢我就把這個P點呢 帶進來 左邊這個式子 然後開根號就是我要的切線斷長 好 同理 那因為這個是標準式 標準式展開呢就是一般式 好 以上呢是這個 切線斷長公式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看老師講解6 他要我們求這個P點到 圓C的這個切線斷長 好 那我們按照啊 前面我們介紹的公式 把這個5減過來 把這個呢 P點帶進來開根號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啊 這個切線斷長 是等於這個2根號 好 那這個是標準式的 記得把它移過來 變減5 好 那這個是一般式 那就更好算了 直接把這個4-1 帶進來 左邊這個式子 然後開根號 好 那最後我們得到的是等於 好 以上呢是這個第六題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看老師講解7 好 他說呢 這個點到圓C的切線斷長 是2根號5要求K 好 那我們知道呢 要計算這個 R點P到C的這個切線斷長 好 那我們就把34的帶進來 左左邊 好 把它開根號就是等於切線斷長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把它裡面做一個這個計算 好 那這個是等於 根號32-K 會等於2根號5 好 那我們兩邊給它平方 好 那224呢 這個平方是54520 好 那我們把它移向K移過來 20-過來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呢 當K等於12的時候呢 好 帶進來這個地方 這個P點到C 圓C的這個切線斷長呢 就會等於這個2根號5 以上呢是這一題的講解 就算了 20-4 4 5 5 5 6 6